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大家认罪千层的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在私隐行为上的过世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者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幼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今天你的唯一圣子 带着我们的血肉之躯 在圣殿中奉献于你 求你竭尽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也贪当把自己奉献于你的台前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天主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玛拉基亚先知书 上主天主说 我要派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上主 必要忽软进入他的殿内 你们所期望的蒙约使者 看 他来了 万君的上主说 但是他来临之日 有谁能支持得住 他显现时 有谁能站立得住 因为他像炼金者用的卤火 又像漂泊者用的卤汁 他必要坐下 像个融化和炼金白银的人 炼金乐位的子孙 精炼他们 像精炼金银一样 使他们能怀着前程 向上主奉献祭品 那时 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祭品 必能悦乐上主 有如昔日和往年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他就是上主 城门 请提高你们的门门 古老的门户 请加大门飞 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王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他就是上主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就是英勇大能的上主 是那有力作战的天主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他就是上主 城门 请提高你们的门门 古老的门户 请加大门飞 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王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他就是上主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其实这位光荣的君王 就是万君之君的上主 谁是这位光荣的君王 他就是上主 公读至西伯来人书 孩子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 基督也取了同样的血肉 未能借着死亡 毁灭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 魔鬼 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 一生当奴隶的人 其实 他没有援助天使 而援助了鸭巴郎的后裔 因此 他应当在各方面相似弟兄们 好能在关于天主的事上 成为一位仁慈和忠信的大师纪 以补赎人民的罪恶 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 受了苦 也必能辅助那受试探的人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这是启示一般的光明 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路加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按美式的法律 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 耶稣的父母 弱舍和玛利亚 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沙冷 去献给上主 就如上主法律所吩咐的 凡开胎守身的男性 应祝圣于上主 并该照上主法律所丰富的 献上祭品 以对班纠或两支 缺壳 那时 在耶路沙冷有一个人 名叫西莫阳 这人正义虔诚 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 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 他曾蒙圣神启示 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负责以前 绝见不到死亡 西莫阳因圣神感动 进入圣殿 那时 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 正进来 要按照法律的惯例 为耶稣行礼 西莫阳就双臂 接过耶稣 赞美天主说 主啊 现在可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 您在万民前准备好的救援 为做启示一般的光明 您百姓以色列的荣耀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今天正好就是圣诞节之后的四十天 依据旧约的法律 妇女在产后的四十天 都是属于不节的 可是在四十天后 他们应该把守身的婴孩 带到圣殿去献给天主 同时 这一天 也是他们到圣殿取节 重新又变成干净的一个节日 在教会 我们一直在圣诞节之后 四十天都庆祝 这个献耶稣与主堂的节日 同时 根据我们的习俗 这一天 我们的礼仪当中 在弥撒开始当儿 我们也有特别的礼仪来祝圣蜡烛 然后呢 会游行 进入教堂 所以呢 有时我们也把这一天称为 竹光节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这一特别的日子呢 我们有这个特别的礼仪来点燃蜡烛呢 这个呢 也就是因为西莫阳 刚才他接过 英海耶稣之后 他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 这个耶稣呢 是为做启示一般的光明 西莫阳呢 就在这一边呢 就宣称 耶稣将会把光明带给万民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在庆祝 耶稣就是世界之光 所以可能在这一边呢 我们把这个节日 带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们来反省一下 我们身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到底是活在光明 还是我们是活在黑暗中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是否曾经有对光明和黑暗呢 做一个更深一层的反省哦 在这边跟你们稍微 呃 分享一下黑暗跟光明的这个特质 可能我们虽然在我们身边都有光明和黑暗 可能可是我们都没有什么去反省 这个完全黑暗的一个空间里面 一个房间里面哦 只要我们点燃一个灯 即使是最小的灯 可能你手机你打开手机的这个光 这个光呢 就可以就是照亮这个很黑暗的地方 我们即使在黑暗的只要看到一点的光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光 可是呢 在一个完全光亮的地方 光亮的房间 你要尝试把黑暗带进去呢 其实不是很简单的 唯一可以把黑暗带入一个充满光明的房间呢 就是要把所有的光全部都关掉 那即使在一个房间呢 我们把所有的灯关掉 只要保留着一点点的光 一根蜡烛或一盏灯呢 这灯还是可以很强有力的照着这黑暗的房间 其实这个呢 这个现实呢 可以把它带入我们的灵修的生活里面去反省 如果我们是活在光中 不管我们身边 不管在黑暗 再有更大的黑暗 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光 我们都是可以把它照亮这个黑暗的 所以其实 只要我们的生活 即使再困难 再黑暗 再痛苦 只要我们有耶稣的光 即使是再一点再微小呢 这个光能还是可以照亮这身边的黑暗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呢 每个人可以更深一层的去反省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如今是否是活在一个完全的黑暗当中 只有如此 当我们完全没有光 我们的生活才是无法撑下去 或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希望没有光芒的 可是只要我们愿意把一点点耶稣的光带入我们的生活呢 他就能够给我们一份勇气一份力量呢 去面对我们生活任何的黑暗 所以今天呢 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我们来提醒我们大家 我们是应该或和 我们真的就是要活在耶稣的光明中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真的鼓励你们大家 今天在家点燃一根蜡烛 让这蜡烛呢一直在燃烧着 然后呢我们提醒自己 我们耶稣是强有力的 他来到我们心中呢 是给我们很强有力的光亮 我们可以借着看着这蜡烛 我们反省 我们应该无时无刻 把耶稣的光带在我们的生活上 今天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面呢 我们也借着信有导词 祈求天主呢 聆听我们的祈祷 各位弟兄姐妹 主基督是启示一般的光明 我们既望与他 向他的父祈求所需的恩友 请为普世教会度 现身生活的各个团体祈祷 圣母与圣若瑟 带耶稣到圣殿 祝圣于上主 愿现身的生活方式和精神 在教会延绵不断 好能把基督的光带给普世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 愿主的光明 驱散人类在公共管理 经济 文化和风俗上的各种黑暗与丑恶 并求主以他的光 圣化人类社会各种制度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听我们 求主父听我们 请为一切置身于精神与物质困境的人祈祷 愿主的光照耀他们 给予他们鼓励和希望 带领他们早日走出困境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 愿我们都以奉献的精神 为团体付出或参与服务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听我们 在这边也特别祈求 耶稣的光来临到我们全世界 让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状况 能很快的好转 大家都可以领受天主的光 把更健康的生活 更快乐的生活 很快地活现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听我们 天主你是永恒的光 求你照明所有的子女的心灵 使我们重拾喜乐 成为光明的传播者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圣主万有的天主 你吃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牢固的果实卖面饼 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圣主万有的天主 你吃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固的果实 葡萄酒 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乐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请悦纳你教会 今天欢心地尘上的献离 这是你唯一之圣子的奉献 它是除免是罪的羔羊 按照你的旨意 为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借着主基督 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有助于我们的得救 今天你的圣子在圣殿里 把自己奉献给你 圣神同时宣告 祂是以色列的荣耀 世界的光明 为此 我们前来欢迎你所派遣的救主 并与天上的天使 和所有圣人圣女 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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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祂甘愿舍生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祂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祂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门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急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子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圣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 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圣主 与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格 我们的主教 五种主教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去你的垂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去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容父玛利亚 他的敬佩 圣若赦 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 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教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现在请大家 互助平安 祝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招来赴圣念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在此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静默片刻 神灵圣天 我祖耶稣 我真心全心 在身体胸肆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领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 神灵神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 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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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求你借着我们领受的圣事 在我们身上完成你圣宠的工程 你曾满全西末秧的愿望 使他在见到死亡之前 得以拥抱基督 求你同样满全我们的心愿 使我们在生活中迎接基督 来日或享用身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旨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 礼成 感谢天主